大家好,今天是9月18號,川普今天正式宣布 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 增加10%的懲罰性的關稅 這個動作就標誌著美中貿易大戰進一步擴大和升級 其實川普這個動作也是在大家預料之中的 他早就警告過習近平了,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他實施的是揚謀,像美國這樣的強大的國家 經濟實力雄厚,政治和軍事實力更加雄厚 那麼這樣的國家對待中共這種外強中干的所謂的強國 那並不需要多少陰謀詭計,只要堂堂正正的 正面開戰就可以打贏,這個貿易戰美國基本上是贏定了 所以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即使是美國的那些 左派的經濟學家,他們都對川普和中國展開貿易戰 沒有多少意見的,沒有多少反對意見 現在大家最納悶的是,面對川普這麼強大的貿易戰攻勢 習近平這個政權他們會怎麼應對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在這一場貿易戰當中 習近平他根本沒有招架之功,只有挨打的份 而這麼一直打下去,中國的經濟是一定會被打死的 中國過去經濟發展有所謂的三架馬車 第一就是內需,第二就是基礎建設 第三架就是出口,而出口又是以出口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為主的 對美國一個國家的出口就佔了中國整體出口的25%到30% 第一架馬車內需早就跑不動了,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貧富懸殊實在是太大了,窮人太多,沒錢消費 中產階級又不敢消費,因為社會保障體系太差 大家看病,養老都沒有著落,所以拼命存錢 不敢拿錢來消費 那麼在絕大多數人沒錢消費,不敢消費的情況下 所謂提政內需就是一句空話,內需上不去 第二架馬車就是基礎建設 這個基礎建設在幾年以前就已經達到飽和狀態了 當然他們還可以繼續投資,但是這種投資已經得不到回報了 起不到促進經濟的作用 繼續投資雖然這個GDP看起來好像是增加了 但是你沒有利潤,這就等於是飲鎮止渴 上面這兩架馬車內需和基礎投資 現在都已經是疲弱無力了,好幾年以前就開始了 所以說這幾年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靠的就是出口 出口量在過去幾年一直是增長的 那麼現在美中貿易大戰主要的出口對象 美國現在要給習近平來添堵 而且還要拉上歐盟和日本一起來給習近平 來對習近平進行圍堵 那麼中國這個貿易出口基本上就沒指望了 當然也不是說他們會完全停滯 而是說再也不可能指望他指望對外貿易來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再也不可能指望對外貿易來積累外匯儲備 不可能說賺起大量的外匯來支撐人民幣的匯率 貿易戰失敗,也就是標誌著,預示著這第三架馬車要翻車 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要徹底崩潰 對,打是打不過了,那麼習近平會選擇投降嗎?也不行 因為川普開始貿易戰的目標就是習近平即使是投降 他也達不到,那川普是想什麼呢? 他想美中貿易平衡,消除美國的貿易赤字 而且美國這麼做了,歐盟還有其他的國家也會跟進 最後貿易順差,中國整體的這個貿易順差 他要減少到5000億美金,沒有這筆貿易順差 中國的這個經濟是沒有辦法運作的,崩潰是一定會發生的 另外呢,川普還要求中共完全開放市場 中共也不可能答應了,因為他開放了市場 就意味著他這個中國要開放壟斷的金融市場 重工業市場,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要開放文化市場 開放傳媒市場,開放互聯網空間 那就表示中共這個宣傳機器就已經不設防了 愚民政策就玩不轉了,中共的統治也就會瞬間崩潰 這個當然,當然是中共不能夠接受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來了,習近平政權 戰又不能戰,降又不能降 不論是戰是降,經濟都要徹底崩潰 那麼他到底會怎麼辦呢?我告訴大家 他有辦法應對 有些人總以為習近平是弱智,是草包 我絕對不同意這種說法 他過去在那麼多的太子黨裡面脫穎而出 登上寶座一定是有一些手段的,手段非常高明 登上寶座之後,他這個減除異己 也是動作淋漓,不同尋常 所以我們看出來這個人是絕對不簡單的 他的問題不是智商低 而是價值觀錯了,他最大的缺陷 不是文革時期沒上學,沒多少文化知識 而是文革時期學到的共產主義的那一套太多了 影響太深,年輕時候這個價值觀就已經定型了 長大了就改不掉,就像一條狗 他如果從小就是吃屎長大的,長大之後 他也認為屎是香的,一見到屎 他就情不自禁的要撲過去 現在習近平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 習近平當局絕對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樣 在貿易戰面前的束手無策,他們有一整套的應對方法 這套應對方法就是放棄經濟,裝供政治 經濟上鬥不過美國,只能是由他崩潰了 但是只要做到政權固若金湯,經濟崩潰怕什麼呢? 保習保共,這才是習近平政權最核心的利益 保住了這個核心利益,中共就贏了,習近平就贏了 很多經濟學家在給習近平出主意,其實都是沒用的 習近平的心思就根本就不在經濟貿易問題上面 理解這一點大家才能夠理解習近平所作所為 才能理解為什麼習近平他根本不怕川普 為什麼習近平他對貿易戰這樣的一種被動挨打的局面 他根本不屑一顧,話說回來他到底要怎麼樣 應對這個貿易戰呢?三個字就是朝鮮化 他要把中國變成朝鮮 只有朝鮮那種集權專制體制才能夠在經濟徹底崩潰的情況下 才能在老百姓餓肚子的情況下,他還能夠維持政權不倒 所以過去五年以來,尤其是過去兩三年以來 習近平執政的主要的措施就是針對一個目標 就是要把鄧小平時期的,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 那種寡頭專制體制,威權政治 要變成封閉式的集權專制體制 朝鮮式的金正恩家族式的這種專制體制 所以首先他是通過選擇性的反腐 打擊黨內的一己勢力,在黨內建立個人權威 讓全黨姓習,然後他在經濟上面打搞國進民退 在政治上採取高壓政策,鎮壓民間的反對派 鎮壓民間的宗教勢力,然後管制互聯網輿論 讓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留下來的 民間的一點點經濟上的自由和輿論上的空間 完全消失掉 當然了,現在習近平還沒有完全實現他的目標 中國立朝鮮還有那麼一段的距離 那麼下一步他會怎麼做呢?貿易戰進行到明年 所有的貿易戰的消極的後果就會逐步顯示出來 那麼習近平那個時候他對美國就沒有任何經濟上的期待了 沒有經濟上的牽連了,那個時候他就可以採取強力措施 大動作的推進中國的朝鮮化 大動作的建立他的個人獨裁王朝 比如說他會利用民進黨執政和喜樂島聯盟 推進台灣公投為藉口,突然發動對台戰爭 不要以為中共不會鋌而走險 習近平這個人的最大的特點就是膽子大 別人不敢幹的,他就敢幹 鄧小平時代的行不上常委,維持了大概30多年 習近平一上來就改了,在政治上面這是他的一個強項 別人循規蹈矩,他就敢處處先下手為強 知識越少的人顧慮越少 這一點在習近平身上體現的特別明顯 那麼當他一攻打台灣呢 他就會趁機在國內實施軍管,實行徹底的供給制 那個時候就不怕經濟崩潰了,他會全面的鎮壓反對派 全面的消滅民間的輿論,然後他大肆的擴張軍備 實行了先軍政治跟朝鮮一樣 然後他會利用那些退伍老兵,把他們重新武裝起來 成為民兵組織,用於對內鎮壓 一旦他走到這一步,那這個朝鮮體制就建立起來了 中國老百姓就徹底失去了反抗的空間 你出個門都要受限制,你的口糧都被別人限制住了 你只要有異動,那民兵就會鶴槍實彈的去進行鎮壓 那個時候我們怎麼能反抗呢? 那個時候全世界也都沒有手段來對他進行制衡 大家想想一個小小的貧困的朝鮮,他都能夠固若金湯 在國內他經歷金家三代政權都不倒 在國際上他們一次一次的挑戰大國的權威 而且每一次都能夠得手 如果是中國變成了朝鮮 那麼這麼一個龐大的擁有核武器的中共政權 就會更加為所欲為,只要走到這一步習近平他就贏了 中國就徹底輸了,全世界就徹底輸了 好在現在習近平當局還沒有完成這個舉動 我們現在還有機會把它打垮 現在是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 中共這個習近平政權的殘暴程度今後會達到頂點 但是他們最殘暴的時候也就是他們最虛弱的時候 是他們內部分裂最嚴重的時候 民眾反抗這個時候會起到巨大的作用 今後這個貿易戰失利了之後 老百姓的生活會越來越困難 老百姓利益會受到更大的侵害 生存環境會更加的惡化 那麼這個時候老百姓的反抗就會越來越激烈 所以只要我們把這些分散的反抗串聯起來 形成一個全民上街的局面 那個時候它就會形成共振效應 就會產生衝擊力 就會導致體制內部的徹底分裂 就會引發兵變政變 就會引發民主轉型 所以說今後幾個月這是一個關鍵的時期 經濟狀況會極度惡化 中共的維穩資源會難以為繼 這個時候民間抗爭進入高潮 這是體制內外、民主力量引導變革的一個最佳時期 今後幾個月是民主變革的最佳時期 今後幾個月我們每一天都有機會 所以希望中國的有識之士、有志之士 要整個帶旦要做好準備 爭取今年之內結束暴政 今天就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收看和訂閱 再見